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报告11月27日晚的新闻 国际与欧洲的消息 欧盟首席英国脱欧谈判代表巴利耶表示 今天他将重返伦敦 继续与英国方面的代表佛罗斯特进行协商 但他的警告说双方仍然存在着重大的分歧 英国将在五个星期后正式退出欧洲贸易和关税区 但关于双方贸易协议的谈判仍停滞不前 英国和欧盟如果没办法在12月31日前 签署并批准贸易协议 应该来喊入两岸间的贸易将面临关税的壁垒 并且两边的企业都将受到拖累 尤其是英国企业 圣诞节来临 英国食品库存已经告急 有一半的食品需要从欧洲大陆运送 伊朗资深的核科家法克里扎德 11月27日在德克兰附近小城中暗杀 伊朗外交部称 这是国家恐怖主义的行为 据称 武装恐怖主义者 襲击了一辆再有法克里扎德的车辆 在他的保安和恐怖分子发生冲撞后 法克里扎德严重受伤 并被送往医院几分钟之后死亡 伊朗媒体报道说 襲击者向车内的法克里扎德开枪 一些目击者 告诉伊朗官方媒体 有三到四名恐怖主义分子当场被射杀 2010年至2012年期间 有四名伊朗核科家遭到暗杀 伊朗说是以色列所谓 香港 11月25日香港特区政府发表施政报告 预测全年经济萎缩6.1 这个将是香港有公开记录以来 经济表现最差的年份 在疫情打击之下 香港多的产业受到严重影响 原本已经存在的结构性问题 进一步突显 香港爆发了第四波新冠疫情 从11月21日至11月27日 录得522众新冠确诊案 政府再度收紧社交距离措施 包括限制人群聚集和餐饮药服务 针对个别群组进行强制性检疫等等 在台湾 因为在进口美国猪肉问题上的分歧 国民党立委27日在台湾立法院向行政演讲苏征昌 扔猪内状 场面一度极为混乱 台湾媒体描述是国会中最血腥的一幕 行政演讲苏征昌27日受立法院邀请进行施政报告 在陆委的保护台下进入会场 蓝营和陆营马上爆发冲突 国民党立委强烈不满民进党团保护进场 拿出很多猪肋状调向台上 这是国民党继水球、面粉、鸡蛋之后首次发动猪肋状 包括猪肠、猪肺、猪腰等的袭击 荷兰媒体播放了这段视频 在中国西方的节日一直是火药未十足的话题 最近一名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的言论再次点燃了火药桶 他威胁要举报一名宿舍管理员 因为后者打算在感恩节期间向学生派送糖果 这名学生认为 这是宣传西方之日非常不妥当 事件曝光后 这个学生遭到了大量网友的批评 很多网友认为他上纲上线小题大做 但是 哈尔滨工业大学在11月27日作出回应 对这个学生的行为表示肯定 说学校不提倡有宗教色彩的洋人之日进入校园 要坚决在学校中禁止一切宗教互动 英国政府今天表示 他们已经要求英国独立的药品监管机构 评估英国药厂阿斯利康和牛津大学合作研发的新冠疫苗的紧急授权 并希望年底之前能够获准正式上市 阿斯利康公司星期一报道说 这种疫苗的试验使用了两个组别 剂量不同 在一小部分参与者产生了90%的功效 而另一部分有效性只达到了62% 荷兰卫生部长德龙格表示 在疫苗开放的这个阶段 对英国瑞典制约公司阿斯利康 疫苗的功效提出质疑是合乎逻辑的 不过牛津疫苗目前只是 效率百分比多小的问题 回到荷兰 荷兰疫情智库负责人范迪西尔 对12月份能否放松疫情措施感到失望 他在一个电视节目上说 感染数字的下降变得缓慢而困难 医疗保健的压力仍然很大 我为我们不可以一起庆祝 因为圣诞节感到难过 根据范迪西尔的说法 假如放松措施 当圣诞节人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可能会起到催化病毒传播的作用 一个星期后有在随征 如果我们也一起庆祝 病毒只会传播得更多 这个星期初 荷兰应对危机爆发团队 已经建议不要在12月份放松措施 但范迪西尔的说法引起了愤怒的反应 甚至在公共媒体NOS网页上有人说 我不让你们将圣诞节从我身边奪走 会如常庆祝 但首相吕特也不是很乐观 他在今天的例行记者招待会上表示 疫情不是很乐观 并没有像想象中 数字急剧下降 他说 圣诞节之前 没什么可能放宽疫情的措施 不过关于政府的决定 到12月8日会更加清楚 荷兰的感染数字 曾经在11月初急剧下降 但现在这种下降停滞了 最近几天 数字一直在波动 平均水平没有大幅度的上升或下降 今天 荷兰疫情致呼收到了5790例病毒感染的报告 比昨天的4506例感染多了1000多例 不过荷兰医院新冠患者的人数再次下降 现在荷兰医院总共有1769名新冠患者比昨天少了12人 有518名重症患者 在普通护理病房中有1251人 12月1日星期二这一日 戴口罩的义务将在荷兰生效 新规定在商店和政府大楼的公共场所等内部空间 都必须戴上口罩 不戴口罩的人可能会受到罚款 不过首先是警告 遗例者将要罚款95欧元 但不会继入刑事档案 但可以有例外 比如说出于身体的原因 不可以戴口罩的人可以获得豁免 另外 宗教场所、公司、企业的办公室 和俱乐部内部空间 不属于公共空间 也就是说不需要戴口罩 明天 荷兰政府将法体宣传活动 以及引起人们对口罩义务的关注 不过 今天很多人趁黑色星期五行街 因为今天还不是规定要戴口罩的日子 因此大城市的街头人很多 相当多的人都没有戴口罩 陆特丹、阿姆斯特丹和安托芬等 都发出呼吁远离市中心 荷兰陆特丹伊拉斯莫大学医院的病毒学家 富普曼斯是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研究小组成员 这个小组将前往中国调查新冠病毒的起源 因为还不清楚这种病毒的确切来源 去年年底这种病毒在中国武汉出现 科学家希望能够尽快进行现场的研究调查 访问群众还包括来自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丹麦、日本、卡塔尔、德国、越南 和俄罗斯的病毒学家、公共卫生专家和动物卫生专家等等 好 感谢们啊 nam Mc yuk 我们跟我们一起 说 好 好